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色领件应该是目前我看到过的高高质感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种的白色领件 虽然说摩擦的质感还是有的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颗线还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至于其他颜色的板件呢 基本上也都是一个高高正常的水准了 不过整体来看 这一款高高的HG00系件相比较高高的HG00R呢 可能在板件上呢会看着更好一些 当然了 高高的也是因为品控的问题 这个并不能作为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参考 所以针对于品控这个问题啊 还需要玩家自行的进行判断 那么剩下的时间啊 我们就来简单的把这一款高高的HG00系件拼出来 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表现 那么经过了短暂的拼装 这一款模型的所有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拼装完成了 当前呈现各位眼前的这个效果呢 也就是一个比较能看得过去的那么一个效果 作为00系列为数不多的跨部采取了轴关节的模型呢 相对来说 在把玩以及整体的摆动的方面呢 确实是要比其他的00系列机体要好上很多很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 这一款00系件呢 其实在头部依旧是有歪的情况 但主要呢 还是因为这个贴纸是很歪很歪的 所以对于内部的补色还需要各位自行的处理一下 我这一款的白色透明件上面的一些雅精细节呢 基本上已经是糊没了 所以说呢 我是没有去进行一个补色的 只能通过简单的调整调整贴纸进行一个简单的粘贴了 从侧面上看 这个雅精呢 还算可以 但是正面上看 这个雅精就有点大消亚的感觉了 确实不太好看了 而且作为HG00呢 天线部分是完完全需要自行自己补色的 这个天线就是一个纯白色的零件了 前端的透明件呢 也是需要各位自行补色的 但是我这个酋长的红色金属漆稍微的有一些附阻力比较差 这基本上摸两下的就已经掉漆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拿出万奈的HG00呢 就可以简单的做一个面向上的对比 可以看到万奈的整体的面向方面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正的 这么一对比啊 高高真的就是啥也不是了 而且万奈的天线呢 我也是进行了一定的补色 加上锐化天线 但是我这边的天线好像是断了丢了一个 眼部呢 我是采取了一个夜光贴的展示 真的是佩服当年我的夜光贴还能贴的这么完整 整个头部是依靠着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 但是在上头的球形关节连接呢 稍微的可能会有些松 所以那把握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部会脱落的这么一个情况 需要各位简单的处理一下 在胸部部分其实呢 和之前我们所介绍过的00都是完全全一样的 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是已经做过了高高再版的三红HD三红002 以及剑300R这么一个简单的评测 在整个胸部呢 基本上都是采取了全分件的这么一个展示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了 那么胸部呢 是提供了两段球形关节进行连接 所以能够摆出以大幅度的可动 对于把玩档来说呢 HG00啊 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体 在背包部分也就是我们所常见的这么一个期限的装备呢 上方的两个太阳炉以及机械臂呢 能够进行简单的活动了 而且这款模型啊 其实并没有提供00R所谓的升降机了 所以剩下的后方的接口呢 看着就有些空了 需要各位自行的去选择一些装备 给它填充上去 那么在手臂部分呢 其实啊 也就是提供了一个比较普通的前后盒的这么一个肩甲 之后呢 是通过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 内部的PC件带有一定的前身可动 整个上臂的连接啊 其实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松的 需要各位针对于这个黑色零件内部的PC件呢 进行一定的加固 那么旋转案以及平台啊 这些都是基础操作 驱逐活动呢 差不多能够达到90度多一点点而已 在整个手臂通平件部分 依旧是采取了一个白色通平件 但是该说不说 高高这一次在通平件部分做的 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 在手部也就是基础配置 握持手箱一对加上一个掌型当中手了 但是这款模型其实还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在手背甲呢 是非常非常松的 需要各位进行一定加固 在跨部部分呢 是00系列记忆体 HG呢 为数不多的采取了轴跨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高高的这款模型在整个轴跨部分呢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松 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 那么在一个时候呢 在整个前提侧摆 后提呢 这些可动啊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比之前的那些HG00系列记点摆动的 要舒服上太多太多太多了 那么前行甲呢 是带要一定的可动的 这个是通过了一个球形关节PT-EA进行连接的 前行甲呢 通过助行卡榫进行连接 能够带要一定不错的可动 后前甲呢 为不可动结构 下方挂在了两个光束军刀剑柄 但是这两个光束军刀剑柄呢 握持呢 是非常非常松的 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 在腿部与普通的HG00有区别的地方呢 也仅仅就是在膝盖部分 是替换成了器件专用的膝盖甲了 同时这款模型呢 也会剩余完整的HG00的零件 所以如果是不喜欢这个膝盖甲的朋友呢 也可以替换成原版的膝盖甲 但是我相信啊 应该没有大多数 没有多少朋友会去更换的 那么在侧面是挂在了这一款模型 所附带的这些人全刃了 后方的握把是可以进行拉出的 同时呢 带有一定的活动性 整个透明件刃啊 就像我在开口里说的一样 确实整体来说呢 是比较好的了 至少啊 它比较清洗 但是这个挂载方式呢 其实连接的稍微有些松了 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胶势加固 同时这款模型呢 也并没有像MG007件一样 提供了两端全刃可以连接的样式 所以这两把全刃啊 只能分别的握持在两个手上进行使用了 除此以外 整个腿部其他的活动性呢 基本上都是常规操作了 整个屈膝幅度还是比较好的 脚腕呢 在整个侧摆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阻塞感 但是这些啊 也都算是一个常规操作了 小腿部分的侧面呢 是采取了贴纸进行补色 膝盖部分 透明件 依旧是采取了白色的透明件的 内部 金银电容贴纸也是有提供的 那么整款模型 其实在跨部的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整个腿部活动的时候啊 整个跨部呢 是容易脱出的 也是需要各位 针对于这个柱形卡榫 进行一定的架构处理 在武器装备方面啊 这款模型呢 除了以上我们介绍过的全然以外呢 毕竟是7件嘛 4把件我们都已经介绍完成了 那么呢 接下来来看一下 这款模型所附带的直言长短件了 其实在原本00身上 所体现的这个零件呢 相对来说 细节会差一些 但是作为7件组件部分的零件呢 刻线会稍微的清晰一些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一些新的结构吧 那么至于这个7件的玩法呢 我相信啊 各位已经是件怪不怪了 因为毕竟嘛 我们本期视频呢 主要还是来看一下7件 高高的零零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表现了 至于一些常规的玩法啊 这个我不说 各位应该都知道了吧 那么短刃呢 依旧是通过一个软铁丝 进行一个释放的样式 这些都是常规的操作了 至于像握持在手上 或者说呢 挂载在腰部 这一些连接向的玩法呢 都是常规的操作 这里啊 我们就不去进行西卡了 那么剩下的也就是主武器了 首先呢 就是这个JN破坏炮了 整体的通文件是为数不足的 采取了绿色的通文件 该说不说啊 这个7件破坏炮的绿色通文件 提供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现在又想一想 那谈谈的 为什么其他的电容 你就不能提供绿色通文件呢 这个懒偷的 反正至今也是这样 那么整个炮的玩法呢 其实也都是比较正常的操作了 像什么末端呢 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的 之后在侧面的握把 也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的 那么至于其他的部分 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那么最后的武器 也就剩下了这一把7件 专用的大件了 整体来说呢 还是造型比较不错的 但是侧面这个缝隙啊 其实我是按了好久 都没有按进去 我呢 最后也怀疑是这个卡榫 稍微有些长了 所以 但是这帮当前这个状态下 已经是给它批不开了 所以当前啊 也就这个状态了 那么整把大件呢 其实玩法也是比较普通的 除了正常的拉伸呢 前端后端都可以拉伸出来 内部虽然说是有提供细节 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贴纸精补色 需要各位自行的补色 之后两端的键键 想要实现一个完整的打克样式呢 需要各位通过替换零件的孔位 进行一个握持操作了 下端握把两侧的白套零件 还是带有一定的可动的 这些也都是常规操作了 至于大件内部呢 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握边 但是这个握边我没有安装好 还是需要好好的怼一怼的 这个大件呢 也是可以作为盾牌使用的 但是我相信啊 应该大多数朋友 都不会把它作为盾牌去使用吧 反正我是不会 这两把猪武器都可以通过卡榫 连接在整个007线的 侧面的太阳炉上面 但是这个时候 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装备方面提供的的确好 但是挂载的稍微得有些松了 也是需要各位这两把武器呢 进行一定的加固处理了 那么这一款模型所有东西 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 作为一款20多元的高高HD系列机体呢 我相信啊 应该来说性价比 算是其他的 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机体 比较好的一款了 毕竟相对来说 这个还算能看的面相 以及这一些一大量的装备 加上相对来说呢 还算是看的过去的零件表现 我相信啊 作为目前来说 我相信啊 这款模型呢 应该算是我推荐的高高HD里面 比较推荐的这么一款模型呢 毕竟整体素质表现呢 还算是有优秀的 至于各位怎么选择 那就看各位自行的选择了 那么本期的CQ模型分享 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本期呢 简单的给各位分享的这一款 高高的HD旗舰 让各位感觉如何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